郵管吉他 辛烈高位生員 團出來的名字都是說 正立委励世風將會將作第一位 流星的大陸勞政部長 行政以現任的鄙視長李明蘭 專任到交通部長 主教長是由大南市政府 英科會主委丹祝主來接接 海外會主委是官僱令 可能會來努接 再來是這個外交部長 是駐法國的代表 五季中 跟國安會副比市長 七四欠 兩個人會選一個 再來是衛福部長四水元 說流入來的紀律怎麼不會死 但是四水元是真假的 說自己完全都不知道 都沒接到消息 有機會留任這一次的那個 我不知道 現在一無所知 敏感的日子議題四水元 沒什麼話說 現在還說 從法國代表 五季中 跟國安會副比市長 市數減其中一個人有可能做 外交部長 前立委老西方 有可能做 前一位流行的內政部長 現今的行政儀比市長 利民安專交通部長 主計長是由台南市政府 建國會主委 但祝祖真有百合 官僱領是劉智 他們的行事風格 都是屬於穩健的 而且其實長期都已經經歷了 相當多未知的歷練 我都認為他們都是 非常好的行政幹才 決定權還是要由院長來決定 完全就是賴清德旁邊 非常清新的核心的幕僚 說用近清來去做這個組閣 形成了一股他所謂的清流 賴清德的清流 但是清流 我常常是會誤國的 新內閣議書 如果這個立委看法不一樣 我們在康征前 會提出什麼樣的內閣名單 讓老政府帶來新起床 科研道熱情頂 加尊行政儀長 投影台的政治理會 哈囉我是張蕙琦 想要搶先掌握 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頻道 好 做得到